设犯杀人未遂判刑确定的39岁减性男子 在基隆医院接受监护时 趁着放风逃亡 目前搭车在北市出没 消息一出让北部县市是不敢大意 包含了基隆、双北、宜兰四个县市 先后宣布暂停校园开访外来民众入校 由于悬犯去年 正式在台北市万华区尾随民众攻击 消息一出也让爸爸妈妈们非常担心 更有家长说不敢让孩子离自己太远 和小学生相见欢 蒋万安合体同学等北门城楼 但这正是万华学区 如今却人心惶惶 因为传出逃犯进入北市 因为被判杀人未遂的减性男子 去年一月正是在万华尾随民众攻击 原本被判在基隆某医院借户五年 却趁着放风时逃亡回到北市 台北市府不敢大意 紧急宣布所有校园不准外来民众入校运动 孩子们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社会事件 那请孩子在学校的活动一定要结伴而行 那我们也加强校内的岛部老师 在校园做巡逻 目前北台湾县市双北、基隆、宜兰四县市 先后宣布各级学校暂停开放 只是嫌犯19号就逃窜 北市却直到21号才收到讯息 让北市议员质疑横向联系 学童、长辈以及弱势团体 完全没有收到任何的通报跟防御机制 不应该如此的满憨 以及迟钝的待过 昨天我们警察局接获了刑事局的通报 我们即刻强力查气 所以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 掌握中 那目前正在强力追气当中 我们的管制措施会针对是属于陌生人士 进到校园房的时候会加强一个管控 全力追捕逃走嫌犯 北市预先封闭校园 盛防意外发生 记得宣布强冯浩宇 台湾报道